嗨 哈喽 议员你好 嗨 老师好 议员我们来介绍你们这个最新的这个演出 你先把个人戏曲背景介绍一下 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当代传奇剧场的 青年演员 丑角林议员几抠 我来自屏东 然后从小也就是做科 八年毕业 然后在国二的时候参加了 当代传奇剧场的传奇学堂 然后在这个音源纪会下呢 就认识了新国老师跟秀伟老师 所以后来就一直待在团队里 所以你很早就上来台北读书了 对 我小时候一年级就在台北读书 我一到四年级的时候呢 是读音歌那边的学校 然后小时候是学国标舞 然后家里又觉得我很好动 然后就想说让我去学一技之长 所以才进到了戏曲学院 来就读 等于你转学 对 一开始这个五年级决定要转这个戏曲专科 你那时候会抗拒吗 因为小时候就也蛮好动的 然后家里就想说让我去学一技之长 让我去选说要去学金剧 还是学民俗技艺 但是当时我妈就觉得说 民俗技艺可能会摔断手脚还是什么的 民俗好像都杂耍那些 对杂耍高空这些特技比较多 所以我妈就想说 好啦学个金剧啦 学个表演啦 然后就让我学了金剧这样子 金剧相对安全对他们来说 对对他们来说至少在舞台上 可是训练还是很严谨吧对不对 对没错 那你那时候会不会常被打练功的时候 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就是比较小支 然后老师就想说那你就学小花脸 然后就开始对于我呢 就开始有特别一系列的特别照顾 因为特别小支所以他们很好操 所以也就 等于你身子还柔软就对了 对身体还很软 然后他们就疯狂的操我 操你的肢体动作 对 这样无形就打下一定的基础 没错没错 那后来怎么样决定就走丑角 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个是老师帮你选的吗 对因为老师也会依照每个人的 可能个性啊 或者是长相啊 去做一个调配 然后我就被选到了丑角这样子 所以他觉得你长得比较讨喜 没有因为我们班刚好还有其他比较帅的武生 然后就没有小花脸 所以就想说好吧那你就学小花脸吧 你的学历念到哪里 我的学历现在是还在台湾艺术大学就读研究所 CGC研究所 所以你还是一路一直念上去 对我还在就读当中 并没有因为加入当代新传奇剧场之后就完全放弃学业 对我就是平日呢我就在戏曲学院上课 然后到了六日就到团队来练习 因为我是从12岁加入当代传奇剧场的学堂 就是老师又请大陆的老师来做教学 所以这些学堂的学生都是本科的吗 还是有兴趣就可以 通常都是本科生 对对对对 就表示他有一定的这个 一定的基础 然后让大陆老师来做教学的时候才不会 你衔接不上啊不了解啊 我还以为是夏令营 所以不是喔 不是就是很严谨的夏令营这么说 所以他还是有一定的水准 没错没错 那这个老师应该也是都一时之选啊 才会被选来这个指导吗 对对对 就是也有在进入这个学堂之前 老师也会也有来学校做一个争选的动作 喔还挑学 还有挑 喔因为名额有限 对对对 对因为要常常一对一指导 所以就不能够人太多 人太多没办法照顾 这样整体的水平就会降低这样子 那你有到大陆去历练过吗或学习过 喔有我在大学 大学毕业的时候去做交换生 嗯多久的时间了 去了四个月 喔喔喔喔对对对 那受到什么刺激吗 刺激真的是蛮多的 因为呃台湾的教育跟大陆的教育 可能因为人口的关系 所以那个竞争力会让你有所会觉得 天呐为什么他们在练功 嗯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无时无刻都带着耳机 嗯或者是整个都在戏里的熏陶啦 喔随时都在精进就对 对都在精进自己 不是在听流行音乐 呃我不知道 应该说不定是 应该是在听某一个这个戏曲的段子吧 对对对 因为就像呃我在实习期间呢 也有跟一些 跟他们的团员一起做上班的动作 嗯 我每天起床 就是下去的时候就看到 诶已经有人在使用练功房了 哦 就起的比你早 对起的比我早 你们已经算早了 你们学生时代那时候几点起床 我们那时候是五点半起床 对我们到高中都还是五点半起床 哦哦哦哦 然后六点开始练功 练到七点 在吃饭 对在吃个饭 然后在二堂工 对于京剧这个环境啊 在那边是比较呃 嗯 会觉得你必须要有一个成绩做给人家看的感觉 嗯 才会有机会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这个学的人太多 对没错 那台湾学的人是少 嗯 所以只要你稍微有点程度 还是有机会演出这样子吗 呃有点程度也是有机会啦 哦哦 但是必须在水平之上 就人口的差距啦 没错 嗯 那回来之后就让你更坚定走这条路啊 没错没错 其实我一直都很坚定啦 哦 因为从小时候 然后国中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分分科 嗯嗯 就是分圣诞进酬 对 然后当老师给你一个角色的时候 因为我小时候就比较好动 所以老师就分配一个孙悟空的角色 对 然后我就演着演着 我就觉得啊 好好玩哦 京剧很有趣 然后就觉得 我想要表现的比别人好 就觉得 呃真的全新的投入这个行业来说 嗯 这样子 所以圣诞进末丑是不是都有特定的戏目 他是主角这样子 对都有都有 哦 并不是只有演这个男女主角 这个什么轻衣啊 这个小生才一直是主角这样子嘛 对没错 但是通常丑角这个角色呢 通常都是绿叶 嗯 那呃 也有他经典的作品 就可能就占比较少数这样子 相对少 嗯 但是绿叶也是很重要就对 那当然很重要 嗯 好 那我们来讲这个最近的演出 《川崎风雅》即将演出 啊 听说你四天都有 对 四天都有 哈哈哈哈 但是还是有很重要的场次 先介绍一下 没错 我呢 很重要的场次有 三道令 还有下山 还有十千偷鸡 嗯 这三天的戏 好 那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三道令 剧情先讲一下 三道令简单介绍一下 它就是 呃 一个无丑非常经典的大戏 它里面的角色呢 就是一枝花蔡庆 机智的角色 灵活很幽默 然后善于应变 它里面就有 特别有一场就是乍尖的这个 这一场戏 嗯 然后这场戏就是要让这个 看门的这个御官 把守的人 你要用各种你的说词 去跟他瞎掰 蔡庆兼就是肩负重任 然后孤身一人去潜入敌营 然后把这个 他们狱中有三支令 嗯 一支呢是叫木卡大令 嗯 啊两支呢是通行令 嗯 然后要去偷这支大令 哦 去炸监 三道令 对对对对 简单来讲 它就是一个 惊险又刺激的冒险 偷道令的行动 所以蔡庆就是主角 他要道令 没错 我演的就是蔡庆 所以就有很多 舞行的动作吗 还是怎么样 对 他有非常多的 开打动作 就是他在演出的时候呢 要幽默 又机智 然后要结合的恰到好处 然后让观众觉得很风趣 很轻松 的一个 旧营的一个 一出戏啦这样子 就是动作还要结合 他的机智口条就对 对没错 然后很多口条都瞎掰出来了 就很有幽默风趣 对对对对 那要背不少台词 不少台词 因为小花脸就是 特别注重在口齿念掰 他讲究又讲说 像机关枪一样 真的 这个算是英雄戏 就是水浒传的故事 可是在道令的过程 不是要瞎掰吗 对他瞎掰 但是呢他要用他的说词 去让这个 浴官很相信他 就意正言辞的瞎掰 对意正言辞的说他 不是对还是言之有理 对还是言之有理的 不是纯属搞笑的 好那介绍下一个 夏三的这个角色又很不一样 就是他是一个小和尚 然后这个小和尚呢 就是刚出生的时候 就有人说他可能会年轻就会夭折 所以呢他就被父母放在寺庙里面修行 对 然后呢这个小和尚就是一直待在里面 然后对于外面的世界 就觉得很有憧憬很有想象 想要出去看 对于这个世间的凡尘这件事情 他想要去一探究竟 对 对这个小故事 所以中间他会真的翻出去吗 不会他会用 因为这一出戏是昆曲 所以他里面很多唱段 都在讲述他的内心的挣扎 我如果出去会不会怎么样 要是不出去 我又没办法看清楚这个世界 所以都是他一个人独角 对这是一个独角戏 他自己在那边想象 然后讲东讲西就对 犹豫不决是不是 对犹豫不决 然后最终还是踏出了这一部 用一个耍佛珠的一个呈现 来表示他内心非常开心愉悦 然后离开了这个寺庙 那他演出是不是有点像人格分裂 一下想出去一下就不想 有一点这个意思 他说啊这个我要是出去了 但是出去的时候 会有人来偷他的那个 钟啊脑膊啊什么的 那这样怎么办 然后想想啊反正没关系啦 今天师傅也都出去了 然后那个包括那个砍柴的 也都不在 活方的也都不在 那就趁此机会我就逃下山吧 那个就跟减肥又想吃 珍珠鸡排一样 珍珠奶茶鸡排一样 然后想吃又不想吃 想吃又不想吃 那内心很多独白气就对 所以他完全就是在台词的表达嘛 对比较多在唱段啊台词这边 做一个诠释 所以动作就比较一般 因为他没有什么打斗啊 没错但是呢动作也是相当讲究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碰昆曲的文戏 所以在深段的诠释上就会蛮规范的 比起十千头鸡来讲 所以你还要切换那种不同的派别啊 从金剧切换到昆曲啊 那个会有差别吗 我觉得差蛮多的 包括我要一开始演的凤凰台 就是演里面的一个说清的一个角色 一个要去别人的地盘 去跟人家做说客的一个角色 很奸诈的角色 然后呢这个三道令里面呢 又是一个英雄好汉 然后非常的机智敏捷 然后到下山呢 又要切换一个状态就是 那我是十岁的小朋友 对 然后再到十千头鸡 又是一个更不一样的诠释方式 那我们把十千头鸡稍微介绍一下 十千头鸡呢 这个戏呢因为我刚好做比较多功课 就是这个戏啊 就是老师 吴老师之前有编过一次了 但是呢这次又做一个全新的更动 以及改编加入更多趣味的部分 然后这出戏 因为我们吴丑里面有非常经典的四道一偷的说法 那四道呢就是 道甲 道银湖 道沟 三道九龙碑 这是四道 那一偷呢就是偷鸡 然后在这四道里面呢 就是偷到的过程当中 都有这个过程 但是在偷鸡呢 这个一偷 这个偷鸡里面呢 他的绝技就是吃火 但是对于偷这个过程没有太多的诠释 就是演员下去 我把他的鸡给吃了 有何不可 下去 端一盘鸡上来吃给大家看 三吃火这样子 但是呢 老师就觉得 好像太简单了 那这个偷的过程就不见了 所以呢 老师就让我把这个偷的过程给加上 所以我这次呢 着重在这个偷的过程里面 加入一些幽默一些趣味 所以是一个人偷鸡摸狗 半夜在那边偷鸡吗 对 又是一个人 对对对 所以就有很多肢体动作 对没错 这样应该不能讲话吧 这偷的过程就要闭嘴 这完全靠肢体动作 没有也可以讲话 就是内心的读白 你必须要让观众知道 对 所以这场也是都你一个人 对 吃火是吞火吗 对这出戏的看点就在于 吃火这个特技上 这个故事在讲的就是 这个石谦跟羊雄石秀 三个人去 要投奔梁山的路上 然后呢就觉得 天色也晚了 然后肚子饿 然后说去找个店房休息 结果不小心呢 就住到梁山为敌的这个住家庄 对手 对跟住到对手家的那个店房 是 然后呢 这个 店房的这个店家呢 当然这个 这个系里面不会出来 店家呢就嫌弃这个 石谦穿得很邋遢 因为石谦就是一个 以偷到为生的一个角色 然后身上穿着都很肮脏 非常邋遢的 对所以呢 这个店家就有点不让他住 然后他就非常生气 然后再加上肚子又饿 所以呢他就想说 那后院听说他们家有一只神鸡 这个神鸡 厉害在哪呢 就是他 打一斤的时候 他会叫一声 打二斤 他两声 很准时 打三斤的时候 刚好全庄的百姓都会起床 帮这个 去 照路啊 修桥 跟梁山为敌这样子 所以呢 他就想说 那趁此机会 他也可以立个功 然后就把这只鸡给偷吃了 把这个过程给 延伸了 因为原本是没有的啊 在传统系里面是没有的 没有偷这段 没有偷这一段的 你们加边上去 对 把他加进去 然后放入一些无丑的一些技巧啊 还有演员的一个 金剧里面的一些动作 旋子啊 角柱啊 一些比较特别的动作这样子 所以这个鸡就真的被吃掉 就没有叫到三斤就对了 你叫到三斤的时候 就已经必须死 不能让他叫出来 哦 要不然全村就会起床了 对 就全村就起床了 好 最后议员再把我们这次的演出资讯 跟我们讲一下 我们在10月3号到6号 由我们当代传奇剧场 来举办的传奇风雅七 3号呢 演的是凤凰台 4号演的是 陆文龙 红娘 以及我的三道令 在10月5号 有我的夏山 还有狮子金风 青石山 6号呢 是挑划车 还有我的十千头鸡 还有大宝国 非常欢迎观众来欣赏我们金剧的演出 好 谢谢音员 谢谢观众来对手 谢谢观众来的